这期绝对是户外卡车寻宝的天花板 小哥在户外发现了一台停放25年的CAT215挖掘机 经过不分昼夜的抢修 挖掘机自己也没想到有这么复活的一天 修斯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 询问修斯是否可以帮助他找回被困在沼泽中的废弃挖掘机 他现在开始向这辆挖掘机走去 主要是先看看整车受损情况 通过周围的杂草不难看出这辆车停放很久 而且在车辆周围还到处散落着车辆上不同位置的配件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竟然连发动机上的气缸盖都被拆了下来 于是修斯赶紧用扳手检查发动机状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他整个人站在扳手上也无法转动发动机 这就说明发动机很可能出现了卡死的问题 但是修斯不信邪 直接安装好新的电瓶 准备尝试启动车辆看看发动机的情况 有门不走的修斯马里的来到了驾驶室 第一时间插入钥匙尝试启动 可没有想到的是启动了个计划 发动机毫无反应 这回不信邪的修斯还是没有信邪 他决定要把这个挖掘机先给他拖走 或许是想着换个风水试试 对于整车下来有20多吨的重量 想要拖走的话相对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 但也不是什么难事 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个拖拉机都给干得没皮强 自己哼哧哼哧努力了半天 结果挖掘机是丝毫未动 最终还是由专业的重型救援车 给成功拖拽到板车上 挖掘机拉回来之后 连气都不带喘的修斯 猴急地扑到挖掘机上先来查看发动机的受损情况 既然是卡死不能转动 那肯定是内部出现了问题 所以想要看清楚的话 还需要进行拆解 这一拆就拆到了天黑 才把发动机拆开 里面竟然还残留着不知名的东西 并且内部也出现了生锈的 这对于已经停放了25年之久的车来说 生锈是很正常 包括钢垫上也出现了严重的生锈 再次来到气缸盖这边 不出所料也是出现了生锈 看到这里的朋友可能会问 这个挖掘机上的发动机 是什么型号的动力怎么样 你不得不说这家伙可是真敢问 还专挑我不会的问 我也只能告诉你 我不会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修斯开始把发动机给吊拽出来 这里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有挖掘机的话 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对你有很小的帮助 目前发动机已经吊出来了 让修斯没想到的是 这个发动机不仅仅是卡死的问题 而是钢体都已经被击穿了 发动机上可以明显看到有个破洞 证明是内部有零件破碎 直接击穿了发动机 它这边迫不及待地把发动机拉到车库内 就是想看看到底啥东西碎了 第一步首先是进行拆解 有底壳拆下来之后 可以看到发动机的内部布满了油泥 甚至在有底壳内发现了一颗螺丝 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 它肯定是内部某个部件用来固定的螺丝 修斯随便一瞅 没想到在地上竟然发现了一个被打掉的齿轮 看来当时的发动机确实造了老大的罪 接着继续拆解发动机 底板终于发现了发动机卡死问题 也就是视频中看到的曲轴连接轴和端盖都已经掉了下来 同时也有不少的碎块掉落下来 看到这个情况 它的心也已经凉透了 发动机肯定是报废了 画面一转修斯直接掏出所有私房钱买到了新的发动机 如果让你们猜是新的发动机还是二手发动机 我怕你们会骂我傻 所以我还是直接告诉你 修斯购买的是一个二手货 从外观上看生锈的情况也有不少 但是并不会影响发动机的工作 修斯现在要做的是把发动机启动一下看看会不会转动 直接搬来电瓶开始进行点火 可以看到发动机虽老 这回可算是没有被坑 新发动机没有啥问题 那就要开始装车 发动机的安装就比较简单了 只需要调整好位置 对准螺丝孔就OK 接着再把底部的驱动轴给连接好 非常神奇的是 这辆挖掘机上的驱动位置并没有一丝生锈痕迹 连接好驱动轴后 修斯直接进入四面透风的驾驶室开始启动车辆 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意外 起动非常成功一把就打着火了 现在的修斯还是非常开心 踩了几脚油门并未发现什么问题 便开始给挖掘机加住新的液压油 现在再次启动车辆 要来试试这辆挖掘机的其他功能 没想到的是被女人突然喝止 俩人着急忙慌地下车进行查看 车尾部竟然开始漏油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液压管路出现了问题 可以看到漏油量还是非常大的 看似流出来的是油 但是流出来的确实是油 也相当于是钱 这缸加上的油就孝敬了土地 急得修斯赶紧找来油桶来接 毕竟能接住一点是一点 随即修斯凭空 变出一根新的液压油管进行更换 接下来他要重新启动挖掘机 准备再次进行尝试各个功能 不出意外的话那就没有意外了 视频中可以看到斗杆可以正常活动 驾驶时也能正常转动 铲斗的也是没有问题 现在要尝试前进几步走走 同样也要测试倒车 要确定好所有的功能都OK 这辆被遗弃了25年之后的卡特215挖掘机 自己也没想到有这么复活的一天 这辆被遗弃了